诈骗手法不断的推陈初心 警察局也不断的呼吁和提醒乡亲 有疑问可以拨打165专线查证 但是截至4月份为止 地区仍然不时的发生 有乡亲遭到诈骗 而其中诈骗的手法包括假投资 猜猜我是谁 以及ATM解除分歧等等三种 总共遭到诈骗金额是将近700万元 根据刑警大队的表示 现在通讯社群软体的发达 诈骗集团就是利用社群软体 发送大量的投资讯息 来诱取民众 借由先让民众藏到甜头之后 投入大笔资金再行诈骗 乱枪打鸟的模式和诈骗手法 其实很脑套 但却也抓住被害人的心理 109年的1月截至目前4月27号 我们有做一个统计 那我们辖内受诈骗的民众 大概在30一件左右 那经贿者总共是有三种 比较常有民众被诈骗的一个模式 第一种就是所谓的假投资争炸财 这个是我们民众常常会透过这个耐啊 或者是一些这个交友平台 会接到陌生人的一些讯息 那他都会用一些比较高额的利润 跟报酬率来吸引民众 一开始可能是小额的金额 然后让你尝到甜头之后呢 等你下大注的时候 你的钱可能就一去无回 这个要特别小心 尤其是他跟你宣称说 保证获利或者是稳赚不赔 或者是非常高的一个报酬率 这个都一定要非常小心 那在这一段期间 109年1到4月份呢 我们警察局总共有受理的8件 那总诈骗金额高达504万 那这一部分呢 他的受害年龄层是比较高的 大概是集中在50到69岁 这个是第一种假投资争炸财的诈骗手法 上述诈骗手法就是所谓的假投资诈欺案 而另外最近还有猜猜我是谁 以及ATM解除分歧诈骗的老梗 所以截至4月份为止 假投资案在地区就有8件 猜猜我是谁也有8件 而另外ATM解除分歧就有7件的诈骗案 猜猜我是谁 这个就是属于假亲友的诈骗手法 亲友如果要跟你借钱周转的话 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要先查证 那这种诈骗手法在这一段期间 我们本局也受理有8件 总金额受诈骗的金额有122万 那年龄层也是集中在55到70岁之间 那第三种呢 是最常见的ATM解除分歧付款的诈骗 这个金额虽然比较小 那个年龄层也比较轻 可是因为都是刚出社会的一些 比如说大学生或者是职业军人 或者是一些刚工作 这设施卫生的一些这个年轻伙伴 所以这一笔钱来讲 其实对他们来讲 也是一个不小的金额 那这一类的案件在这段期间 我们总共受理有7件 金额在新台币72万 那受害年龄层是集中在20到29岁之间 这一点就非常恐怖 因为我们一般在用平台的人 他不会限制说 他不会知道你是什么年龄层 他就是乱枪打鸟 他就他有一千个朋友 他就是全部都发 或者是他加入到某一个投资的群组里面 每一个群组有500个人 他就把500个人的这个都私讯给他们 所以500个只要中一个两个 那他就很有这种诈骗成功的机会 所以在这边就是要呼吁各位就是 如果有这种宣称高额报酬率的 一个投资的机会的话 都要非常的小心 根据金门县行大的统计 遭到诈骗的民众 除了ATM解除分歧的诈骗手法 年龄层比较低之外 假投资以及猜猜我是谁 遭到诈骗的民众 以55岁到70岁的年长者居多 陷阱局再次的呼吁乡亲 遇到可疑的时候 请拨打165专线查证 避免辛苦的血汗前遭到诈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